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我邀请你在别人告诉你之前 你先诚实的解释自己 问问自己 首先 无论任何事情 包括手淫是不是罪 我们都要以圣经为依据 如果圣经明确指出是罪的话 那么当然就是罪了 比如真言 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 这些经文非常清楚 列出了上帝认为是罪的行为 比如说是谋杀 通奸 说谎 偷窃等 如果圣经对某件事情没有直接说明有罪 那就要用神的话语做引导 根据圣经的原则 以帮助一个人衡量所做的选择 如果你和一些人一样 认为圣经没有明文规定 或没有一条诫命说不可以手淫 那么以下有一些提示可以帮助你衡量 这些提示也适用于其他事情 你要问一问自己以下的问题 首先 你做完这件事之后会感到内疚吗 上帝赐给了我们良心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辨识什么是是非对错 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感到内疚 那这行为很可能是一种罪过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约翰福音16章8节 可能你的心刚硬 一再拒绝聆听圣灵的声音 忽略了神对我们说的话 可能你会说 感觉不准确 可能是恶魔要我内疚羞愧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下去 你要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是 做这件事情是否有好处 与其问手淫或任何事情是不是罪 你要换一个问法 问问自己 它是好的吗 它是否有益处 它是否造就人 人生在世 日子很短 圣经说 要爱惜观音 要做造就人的事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罗马书6章13节 第三个问题你要问的是 你可以为这件事感谢神吗 它是荣耀神的事吗 圣经说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这件事 行为或欲望是否能给上帝带来荣耀 或成就祂的美意呢 作为信徒 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所以我们应该努力通过我们的行为和选择 来荣耀上帝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哥罗西书3章17节 第四个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你认为这件事是否承认上帝对你身体的拥有权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做任何事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们这么做是否多去了上帝的主权呢 是否把这权力占为己有 圣经说 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电 因此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习惯 嗜好 娱乐 或欲望控制我们的生命以及生活 只有基督有这样的权威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电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6章19-20节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那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瑕疵 哥林多前书6章12节 第五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特别是关于手赢 有没有一丝的不道德 以福所书告诉我们 至于淫乱 并一切误会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题都不可 方和圣徒的体统 这是告诉我们甚至要避免任何信不道德的暗示 问问自己 你在手赢前以及手赢时在想着什么 是不道德的事吗 还是讨神喜悦的事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事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腓利比书4章8节 第六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做这件事是否对他人有损害 我们不只是要考虑到神 还要从总体看他对家人 朋友和其他人的影响 问问自己 这件事会损耗在他人的幸福或利益吗 会使人跌倒吗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我们兼顾的人 应该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罗马书14章21节 15章1节 各位亲爱的朋友 当你提出手赢是一种罪吗 或任何事是一种罪吗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先问问自己以上这几个问题 先要通过这个过滤网 这么做 会讨神喜悦吗 如果你无法百分之百确定 如果你在怀疑某件事是否是罪 那就不要去做 即使没有真正犯罪 但不要试图靠近罪 会越走越靠近罪 你要做的事 尽量靠近神 你就会远离罪恶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 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罗马书14章23节 当我们犯罪时 圣灵会定我们的罪 让我们感到内疚或惭愧 因此我们应该赶紧认罪 并请求上帝的宽恕 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 使我们的罪得以洁净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此外 你要寻求上帝的智慧 祈求上帝帮助你 保持头脑纯洁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 就必赐给他 雅各书一章五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腓利比书四章六至八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 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 你就会顺服上帝 而不是成为罪的俘虏 最后我要声明 我在这里没有看清 也不是谴责任何人 作为一位朋友 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我的想法 我不支持这个行为 但是 无论你在什么位置 我以上帝的爱 爱你 这是你的人生 我希望这个影片帮助你做最好的选择 现在是时候告诉我 你认为手赢有罪吗 谢谢收看 记得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再见